get和post 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这个请求它除了有all 还有一个input这样的方法之外 它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看几个实用的方法 第一个是query 第一个是query 那我们一般用get请求 后面是不是都有一个请求的语句 query 给它传一些参数进去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参数 给我们返回一些其他的信息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现在返回query 会返回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在 test这一页吧 叫test test 就是问号 比如说就用上节课这个吧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query出来最后的结果呢 它和get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因为它目前只有一个get方法 是吧 那这个query的好处就是 它把这个数据数据源 它就锁定在这个query语句这里 它就锁定在这里 它不管其他post什么东西 它都不管 它就只管这一段 这个query语句里说什么 它就在这里打印什么 那和get语句是一样的 你这里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参数 叫什么name 是吧 name 那我们只要在这里传name 它就会返回这个值 它和get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范围 它的选择范围更小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值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get值 忘了一个地方没有讲 是一个这个get方法呢 其实它可以传一个默认值 这个默认值是 在这里是吧 get 那这个get方法 比如说getname 把这个name取出来 是吧 如果没有name 用什么值呢 比如说 比如说用这个值吧 随便用个值 比如说没有 如果没有name 那就用这个值 是吧 那现在有 它肯定不会用这个值 是吧 也就是说它反悔的 还是这个名称 是没有错的 是吧 但是如果 我们在这里给一个名字 比如说 比如说他爸的名字 是吧 fname 是吧 fname 好 那我们刷新一下 那fname 这个 这个key 这个键 现在不存在 那它肯定 会用这个默认值 是吧 那这个get 第二个传承的意义 意义就在这里 那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大家发现 我们现在返回的是 这个fname fname并没有 出现在这个query里 那它就会用这个默认值 是吧 那如果你没有默认值的话 它就返回一个通就行了 它也不会报错 是吧 它没有报错 好 这是get的一个默认值的用法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方法叫has 它是用来判定 一个值存不存在的 是吧 比如说 我们用户发送了一个 发送了一个数组上来 是吧 那这组数据中 里边有一个值 比如说 有一个键叫name 是吧 有个键叫name 姓名 has name 那它这个 这个方法呢 它会返回一个 不二值 如果 这个 这个值里边 用户发送的 这组数据里 有name 而且 注意 这个地方是重点 就是而且它这个name 不唯空 它就会返回处 否则它就会返回处 是吧 那还有一个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吧 那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exists 它只检查 这个键存不存在 如果这个键存在 它有没有值 它不管 只要键存在 它就会返回真 是吧 好 我们试一下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 先注尸掉 是吧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滴滴 滴滴 直接去打印它 把这个 把它打出来 我们刷新一下 它说处 是吧 name这个值是存在的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地方有 age这个地方是空的 这个地方我们暂时 不用不到 没事 然后 那我们试一下 age是个空的 那age现在是空的 我们刷新一下 它就说false 虽然说 你这个age是存在的 但是后面没有值 这个值是什么呢 目前的值是一个空字 不错 对吧 它没有值 只要它当前的值为空 它就返回false 那我们再试一下 第二个方法 叫exists 是吧 我们试一下 把这个 就是 我们把这个 打出来看一下 name当然是存在的 是吧 那么直接看age age 它说 这个也是 因为它只检查 它的存在与否 它不检查 这个值的一个真假性 对吧 好 那这个 就是一个 exists 方法 这就是一个真假的 对 它是有什么真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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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什么真假的